行政员宣布开放日本福岛五线市食品进口之后 台北市教育局率各县市之先 要求团善业者必须签借结书 保障问题食品不得进入校园 台北市国民党籍议员赶在开议之前 召开记者会 要求市府比较莱猪规定 以换约确保厂商符合规定 为学生的食安安全把关 台北市国民党籍议员手持标语呼口号 要求日本核食不得进入校园 为学生食安把关 更痛批蔡政府不顾2018年779万票 反核食民意 强行开放福岛五线市食品 让家长们相当担忧 选择我们民进党蔡政府 他无视于2018年反核食公投的结果 他强行要开放对健康有余裕的核食 进入台湾 我们真的很担心 呼吁蔡政府重视小朋友的健康 呼吁蔡政府注重小朋友发展的过程 不要只有会要选票骗选票 行政院从2月8号宣布解除福岛五线市食品进口限制 国民党团极力谴责 台北市议员敢在开议前召开记者会 要求教育局比照莱猪规定 和团生业者换约 只要违反规定就终止契约 保障台北市280所高中以下学校 14万名学生的权益 在换约之前 用行政命令的方式 能够明文禁止 业者在营养午餐里面 使用辅导五线市的食材 最立即有效的方式 就是透过切结书的方式 请业者里面来配合 我想我们会请学校里面 来跟这个所已经签约的业者里面 来做这样的一个要求 台北市教育局强调 目前合作厂商都以国产食材为主 每个礼拜还提供四次有机食材 针对未来日本福岛食品开放 以要求团生业者牵切结束 同时加强食材查核 不让问题食品进入校园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 台北市万方医院捷运站 是属于繁忙的站点 每天从早到晚都有许多人出入 但是台北市议员李庆元 接获民众陈勤 指出这个捷运站的出口 阶梯设计太短又陡峭 民众下楼梯的时候 经常发生跌倒意外 对此议员特地召集了相关单位 进行会刊 希望能够重新检讨设计 老爷爷组着拐杖 一阶阶吃力的往上爬 引法族拿着背带缓缓上楼梯 过程还必须休息一下 看看身边即使是年轻人要下楼梯 也都得放慢脚步看仔细 就怕一个不小心踩空 失足别下楼 上去还OK 但是下来楼梯的梯面太窄 下来可能就 那个附着力就是把空间缩小了 下雨比较严重 而且人潮多 这边上下班 平常的人潮都很多 大家都又是赶着上下班 比较匆忙一点 有朋友在这边连叠了两次 我们在走 我也是都要抓着扶梯 更何况 如果你下班时间 那个人很多 有时候你是抓不到扶梯的 对啊 那这个路面 接面的话 希望能够再做宽一点 那个楼梯的那个路面 设计的比较短 那像我们的脚 比较大一点的话 很可能就 下雨天的话 就会滑倒 过于万方医院旁 捷运站唯一出入口前的阶梯 是民众搭车必经之地 市议员李庆元 接获民众陈勤 召集捷运局 公务等等相关单位 现场会刊 建议在阶梯空间 增设扶手栏杆 防止民众跌倒 摔下楼梯 要怎么样把 它的那个 阶梯的幅度放宽 然后还有坡度放缓 这样子的话呢 以后的人 就是大家进出的时候 比较不会有这种 滑倒的危险 还有就是在出口的地方 人行道的部分呢 它其实也有凹凸不平 我们的楼梯的抖度 能否让它放缓 如果放缓的话 它的知识体大 它必须要重新打掉重做 那第二个呢 让它的放缓以后 让它的脚踏板 能够略为宽一点 这样走起路来 也比较舒适 调整梯阶坡度与宽度 里长跟地方人士 也为民众请命 改善人行道空间等等 出入口区块 凹凸不平 破破烂烂 或容易积水的地面 整体修缮 让用路人拥有安全 无障碍的生活环境 记者不参用 台北财富猫道 台北市警察局 市营分局接获献报 一名窃贼在一个月之内 锁定大台北地区 14处的民宅 跟无人娃娃机店 侵入行窃 初步估计得手20万元 狡猾的嫌犯 用偷来的车牌做掩护 锁定目标之后 行窃逃逸 警方将他居提到案后 依加重窃盗罪嫌 移送法办 窃贼手持杀轮机 破坏娃娃机台 一阵火光四射后 快速把钱拿走 他一个月内 在大台北地区 至少犯下 14起窃盗案 初步估计得手约20万元 市林分局接获献报 将他居提到案 依照加重窃盗罪嫌 移送法办 那消息嫌犯 判罪手把脚划 那先去窃取他人车牌 悬挂于代步车辆上 那以增加警方追性的难度 并以娃娃机台 住宅为目标 以沙伦区破坏手头的刑件 连续犯案14起 表手金额约21万元 嫌犯犯案手法狡猾 先用偷来的车牌 作为掩护 躲避警方追气 之后再锁定台北市大同区 市林区和内湖区 多家娃娃机店 及住宅为目标 警方联手追捕 查出嫌犯藏身 新北市林口区 验见时机成熟 终于将他逮捕到案 现场也起出 犯案医物和工具等证误 无业的嫌犯盗案共称 是因为缺钱花用才行窃 偷来的财物大多已经销赃转卖 市林分局呼吁 娃娃机等无人商店业者 应该加强防盗措施 除了装设监视器 强化锁头外 也要定期回收现金 才能避免歹徒际觎 记者游祥亭台北采访不到 诈骗手法白白种 有诈骗集团看中民众投资心态 用通讯软体联络 告知缴交年费 就可以赚取回馈 台北市警察局内湖分局 就提醒民众 切勿相信网络投资讯息 如果任何疑虑的话 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才能够保障自己的荷包 内湖分局大湖派出所 接获银行报案 指称有民众疑似遭到诈骗 立刻派员前往了解 果然发现 灵性民众站在柜台前 准备挥款到线上 投雇专员指定账户 在网路上认识一名女网友 推荐其加入股票分析大会 并需缴交3万块年费 根据了解 民众两个月前 在网路线上认识一名女性 对方声称在投雇公司工作 并且成立股票分析会 只要付3万元的年费 除了可以获得股票的相关资讯 也能够轻松赚取回馈 若民众接获诈骗电话 应秉持一接二挂三查证的秘诀 以减少遭受诈骗的几率 经过远警查看聊天记录 认为这是假投资诈骗 连南则才惊绝可能遭骗 也才终止汇款 内部分局提醒民众 切勿性通讯软体诈骗话术 才能保障自己的荷包 最后长的话 参观报道 警察问名服务 勤勿反重 台北市警察局 文山二分局警美派出所 接过辖区内的超商报案 有客人将背包移忘在店内 店员立刻送往派出所 发现包包内竟然有 60多万元的现金 最后联络上施主 另外在大安区永康商圈 也发生了一起 民众用餐后 错拿临座客人背包的案件 大安分局接获 报案之后 迅速调阅监视器画面 不到半小时 就巡获 报案人的背包 误归原主 来自新北市新店区的张姓男子 来到景美聚餐 久最后 从超商摇摇晃晃出来回家 不慎把背包里面的60多万 要发给员工的薪水 遗忘在店内 还好超商内有客人发现 景美派出所远警 依循证件 名片 言诺施主张姓男子 最后 款项勿归原主 另外在大安区 也有民众报案 表示自己的背包在用餐完 不翼而飞 警方调查发现 原来是报案人到店内用餐时 将自己的背包 放在另一位客人的空位上 被另一位客人误认是自己的背包 有餐后随手带走 等到了捷运站才发现拿错 赶紧询问捷运站务人员 临近的派出所 将背包送交给警方 迅速找到施主 警方呼吁 民众如果识获遗事物品 应该要交给警察机关 办理保管以及公告 若不剩遗事物品 可以就近到各个派出所 寻求协助 或上网到内政部警政署 石德物公告网站查询 记者顾蔡勇 台北采访报道 杨明山花季是每年 北台湾花季当中的一大盛事 今年的展期 从即日起到3月20号 以花见春莹为主题 还特别跟这个人气 三立欧明星 双星仙子合作 在花中前设打卡装置 让大小朋友同乐 享受樱花围绕以及粉嫩杜鹃 疗愈圣心灵 朱丽雅舞蹈团成员 变身花仙子 为2022阳明山花季揭开序幕 紧接着登场的是 花岗异笑 用繁花盛开 花瓣纷飞的异象 引领民众到阳明山上赏音 已经举办超过60年的 阳明山花季 每年都有不同主题 今年还结合三立欧明星 双星仙子 合作设置打卡装置 尤其来这边可以欣赏到 寒鹰 山鹰花 八重鹰 昭和鹰 和吉野鹰等多种鹰花 另外贫护杜鹃 金毛杜鹃也正陆续阵放 在疫情期间 还是鼓励大家到户外走走 总是要看一些花 有疗愈的效果 台湾终究还是要走出疫情 所以我也觉得说 大家尽量过正常的生活 那我们防疫是做必要的准备 展期从即日起到3月20日 今年以花见春鹰为主题 228年假期间 还会规划一系列精彩活动 包括英式浪漫音乐会 樱花总动员等 北市府欢迎大小朋友 一起来阳明山赏花 疗愈身心灵 记者游祥亭 台北采访报道 台北市木炸猫空 张树步道的鲁冰花 目前正在盛开 一大片黄沉沉的花海 摇曳深姿 十分的美丽 今年在花田当中 还打造了小绵羊造景 超级可爱 吸引了许多游客 前往拍照赏花 一片黄沉沉的鲁冰花海 让人看了为之赞叹 冬末初春是鲁冰花 绽放的季节 木炸猫空张树步道的鲁冰花 目前也在盛开当中 一串串犹如小铃铛一般的花朵 小巧可爱 整片金黄花海 更是让绿色山头 充满了春天气息 美不生收 因此尽管是平日时间 还是吸引了不少游客 前来赏花 因为有朋友介绍 说这边 对啊 鲁冰花很漂亮 以前有来过吗 有 有来过 觉得这边鲁冰花开得怎么样 不错 很棒这样子 每年都会来 对 觉得这边的鲁冰花开得如何呢 跑过很多地方 这边是最多的 对 所以感觉很棒 所以每年都会来 有拍很多照片吗 非常多 冒空张树步道全长约有1.2公里 是一条规划完善的亲子步道 每年鲁冰花绽放时节 占地宽广的鲁冰花海 在微风吹拂下 姚郁生姿十分美丽 总是让游客们 忍不住停下脚步驻足欣赏 并拿出手机狂拍照 甚至也成为了 专业摄影师取景的好地方 而且这里的周边环境 还营造出农村意象 牛车 木造凉亭 水车等造景 增添了不少古早风情 尤其今年在鲁冰花田中 还特别打造了五只 超级卡哇伊的小绵羊 黑头大眼睛 加上绿油油圆滚滚的身体 潮吸睛 想必将成为 今年最夯的拍照打卡热店 最后要提醒民众 冒空这里 假日车多 停车不易 想要来赏花 还是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 免得塞车坏了性质 记者沈小旦采访报道 我们家小朋友 他读的是准公共的幼儿园 这次的补助在家 我自己是觉得还蛮有感觉 代表政府有看到我养家的辛苦 我们 我们 我们养家很辛苦 从八月开始 小朋友上学 每个月只要三千五 这样省下来的钱 就可以拿去 像是神教育基金 对啊 小朋友买游戏机 什么游戏机 没有没有 吸尘器 吸尘器 零到六岁国家一新养 政府为了帮助减轻照顾负担 入住立案机构有补助哦 您已申请了吗 赶快提醒亲友 由入住这些类型立案机构 九十天以上 并符合纳税状况 就可以申请咯 请于110年3月2日之前 减付相关文件及申请书 向机构所在地 县市政府申请 更多资讯 可上卫生福利部 长照专区查询 及下载申请书 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我也需要喘口气啊 我快撑不下去了 1966 我是个案管理师 是来协助您规划 需要的服务项目 你一个人照顾妈妈 真的很需要帮助 你偶尔会需要储材 建议您可以使用 喘息服务 让张妈妈到日照中心去 每次只需要负担200元就可以了 200元 这样我就不用担心 我不在的时候 妈妈没有人照顾 真的很棒耶 谢谢 车怎么看呢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 有法宝 一 开启危险警告灯 在适当距离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二 拨打110报警或119救护伤坏 三 标会车辆位置 可用手机拍摄机阵 四 无人受伤时 将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伤时 当事人均同意再移动车辆 五 在路边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场处理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 放波话疑等就对啦 假设是已经全面 沉透并触控社会了 你要想想看 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我选择不要再扯 你不能这样加入我们的联盟导战营吗 没有人会知道是女外流的 放心 我们算是同乡 这是我给你的 优惠 我还是觉得哪里怪怪的 我觉得 我觉得好 我得意读 我得意读 临近福人大学福大医院的 商医零食平面停车场 即日起开放停车 采计次收费 共计有167个汽车停车位 以及200个机车停车位 可书姐看着民众 以及学生的停车需求 有停车需求的民众 可以多加利用 为书姐泰山温载郡市地 重划区开发施工期间 周边居民的停车需求 新北市交通局 即陆续完成地震局 整地交付的公设用地 辟建7处临时停车场 临近福人大学福大医院的 商医临时平面停车场 即日起开放停车 采计次收费 今天我们在2月9号开始 有第7处的停车场 能够来提供给我们相亲使用 就在我们贵子路55号对面 在福大医院 以及福人大学周边 那如果我们各位乡亲 要去福大就医 或者要到福人大学周边的话 都可以善加利用 商医临时平面停车场 位于泰山区贵子路55号对面 就在福大医院 及福人大学附近 共计有167个汽车停车位 及200个机车停车位 可书姐看诊民众 及学生的停车需求 收费时段为平日周一至周五 上午8点到晚上8点 汽车每4小时收费一次 每次新台币40元 机车则免费 有停车需求的民众可以多加利用 那这一个长次的一个停车场 我们提供了167个格位 那给我们各位好朋友来使用 那收费相当的一个便宜 那每4个小时收费一次 一次是40元 那从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8点 那祭次性的收费 那晚上8点以后是不收费的 所以请各位乡亲好朋友 能够来多加来使用 林清风区长表示 市府陆续完成整地交付 文小一公九旁等七处公社 用地辟建临时停车场 并分别于去年5月底陆续启用 再加上上一等8处临时停车场 共计可提供1300个汽车停车位 以及887个机车停车位 渴望疏解温仔寸重化区 开发施工期间民众停车需求 记者胡宇轩泰山采访报道 新卫市瑞芳区清闲国中操场跑道 以及球场的地面年久失修 恐怕会有危害学生运动安全之余 因此在今天 立委赖品渝特别邀请的相关单位 到场会刊 粗估运动场整建所需的经费 要近千万 立委赖品渝也允诺 会全力的协助校方来争取经费 让学生有优质的运动场所可以使用 瑞芳区清闲国中位在九份山区 天气长期湿冷 因此校园硬体设施使用的寿命也不长 尤其是超长跑道和球场 长期暴露在户外也导致涨满青苔 青苔已经无法根除 湿滑程度更是不在话下 消防也说超长至少五六年没有使用 偶尔天气放晴也只能走走 孩子根本无法在上头进行奔跑 那他现在的状况是他很多跑道破损 破损就算了还很多地方都长了青苔 而且是已经到没有办法去除的状况 那今天我们也会同教育部体育署 还有我们新北市的教育署 还有议席议员服务处主任一起来会看 那现场看着其实包含我们教育部参事这里 也觉得说真的是有迫切改善的需求 新鲜国中会改善运动场 特别向中央申请整建运动场的补助款 立委赖品渝今天邀请教育部体育署 新北市教育局等单位到现场来会看 立委赖品渝就说今天风大雨大 也看到破旧的操场积水 青苔积上厚厚的一层几乎无法使用 运动场整建势在必行 也将协助学校争取经费 希望最快今年暑假可以动工 这六年下来我们在地的所有的学生 都没有办法有一个运动的一个场所 那所以其实真的是相当的 可以用可怜来形容 那在这样的偏乡 那我们希望今天体育署也派参事过来 那希望他们能够把今年列入 那把我们这个操场做一个修复 那至少让我们的偏乡 那三个学校的小朋友 那有一个正常的一个活动 一个做一个体育活动 一个赛事的一个地方 非常感谢我们这边地方名义代表 包括我们的议员 包括我们的在体育计划委员 还有我们中央体育署的长官 都一起来关心我们偏乡的孩子 我想12年国教的精神就是 每个孩子都很重要 希望透过我们这一次的专案的协助 可以让我们每一个孩子 都能够好好的自信健康的成长 清潜国中校长也说 虽然全校只有30多位学生 但是运动场除了自己学校使用 也会提供给邻近没有操场的学校 学生来使用 希望透过这次专案申请 可以成功获得补助 以整建运动场 让孩子可以适性快乐成长 介成为瑞芳采访报道 汐止区的汐光课培中心 主要是帮助是家庭孩子 做课后辅导 最近有一名金融国小四年级的学生 爸爸在过年前 出外工作突然中风 成了职务人 本来是家庭的经济支柱 这一倒下也让这个家庭经济陷入了困境 所以这个议员张景豪 除了协助找资源之外 也希望募集大家爱心 帮助叶同学渡过难关 学校放学后 小朋友陆续到 汐光儿童课培中心报道 坐下来拿出课本开始写作业 中心会有两位退休老师夫妻 帮大家做课后辅导看作业 这里的孩子本来家庭的状况就不好 弱势或是单亲家庭 而最近一位金融国小四年级的叶同学 单亲家庭 家里的经济支柱爸爸 却在过年前到外地工作时突然中风 现在成了职务人 家里的经济出现困境 所以这对退休老师也希望各界能够帮忙 有一个小朋友在年前 那他的爸爸在南部工作的时候 那突然中风 昏迷不醒 现在成了职务人 那这个孩子也是从小出生就没有见过妈妈 那现在家里就是他还有阿嬷 那其实爸爸本来就是家里的经济来源 那现在就等于家庭陷入了困境 在西光客培有发现就是一个叶姓小朋友 他的爸爸最近刚中风 也成为职务人 那锦头听到相当的不舍 那也听说我们周老师跟林老师 也自己套腰包 赞助了一万块给这位家庭 叶姓同学家庭 西光客培中心老师也捐了一万元 而新北市医院张景豪 在元宵节当天送提灯及红豆汤圆时 得知叶同学家里状况之后 也联络民间有人看看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协助 而目前金融国小已经给予 急难救助金还有减免学费等等 不过现在叶同学的爸爸倒下了 只剩下阿嬷却没有工作 经济陷入困境 除了房租还有爸爸的安养费用 都是一笔不少的钱 这也让中心的老师很担心生活问题 对于爸爸他就是以后如果从医院出院 到养护中心每个月的这个医药费 还有就是房租等等 这些其实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跟困难 如果有一些有爱心的人士 如果听到像叶同学这样的一个家庭的一个遭遇 然后愿意也有这样的感动 愿意就是扶持他们一把 那我们也感激不尽 据了解他们在学校表现的也很好 那也蛮乐观的 那学业成绩也不错 那所以锦豪听到说家庭有发生一些变异 其实当身为家长其实听了蛮难过的 所以在这里想要透过这个资讯的分享 然后让大家一起来来协助这个家庭 希望可以让这个小朋友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 除了请爱心团体或是民间友人协助 也希望号召更多的爱心帮助小四学生 夜同学家庭度过难关 加成慧林细致采访报道 今天上午在淡水屯山六块厕 瓷玄公旁的活动中心 举办一场过年后的首场关怀据点长者共餐活动 多年来每个星期固定都会有共餐的活动 而且在共餐之前都会举办首座课程 而今天则由老师们带着材料来教阿公阿嬷做黑糖糕 让长辈们可以说是相当的开心 今天上午在淡水屯山六块厕 瓷玄公旁边的活动中心举办一场过年后 首场的关怀据点长者共餐活动 而屯山里多年来每个星期固定都会有共餐活动 而且在共餐前都会举办首座课程 而今天则是由老师带着材料来教阿公阿嬷们 如何首座黑糖糕让长者相当开心 做什么? 黑糖糕 刚才怎么做? 这样小小的 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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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记得 米粉 米粉 还有什么? 四十粉 四十粉 哦 这样做起来看起来如何? 感觉有好吗? 有得很漂亮 有得没吃吗? 有得很好吃 这个关怀据点开春的第一炮 然后今天我们就是先教长者们做黑糖糕 嗯 自己做 就是自己要吃的嘛 我们就是吃健康自己做 如果长者他们需要那个材料的比例 我可以提供给他们 关怀据点志工老师表示 这一次教长者来做黑糖糕 从材料到准备蒸煮出热腾腾的黑糖糕 出来香气四溢 而且还可以依照个人的口味不同 去调整 也让年后做糕病也可以很健康 今天是我们过年过 我们长者就是来这里共餐 共餐也是当年我们这里的 就是我们高点就把他们长者来集合 集合医生都要拜库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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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 讲故事给他们听 让他们更快乐 今天就是我们里来的一个志工 很良心 就是做这个黑糖的这个粿 这个就是说 让他们一个生化上 有时候让他们更变化 变化老人的体格可以用更好 多少用 他回去有时候他们自己也要多少做 里长表示过去长者都在家中 有时候煮汤还会忘记关火 更鼓励长者来到活动中心 一起参与有趣的课程 藉由关怀据典的教学 有时候还可以动健康活动身心 里长也带来自家做的荆棘酱 来与长者分享 让长者居多的屯山里 活动能够更丰富也更有趣 记者许多安一带来说采访吧 林口新寮休闲步道沿途景色优美 成昏时候是附近居民建走散步的好去处 为了提供给民众更完善的休闲运动场所 所在步道景观台旁边增建了几座体建设施 让建走散步到这里的民众 都可以顺便活动辛苦 林口区公所新建的新寮休闲步道 在当地志工的打造下 步道两侧种植了许多灌木 使步道显得宽敞舒适 沿着步道而行 还可以欣赏到许多美丽的景色 成昏时候更是附近居民建走散步的好去处 林口新寮休闲步道 从105年106年开始建置到现在 沿路大约长度有一公里多 非常受到我们地区的民众的喜爱 目前是很多人就是清晨或者是傍晚 去散步运动的一个好地方 为提供给民众更完善的休闲运动场所 在当地领口里长苏夏宗的建议下 公所在步道景观台旁增建了几座底建设施 让渐走散步道这里的民众可以活动筋骨 在地的苏夏宗里长的一个建议呢 在我们这个新寮休闲步道的观景台这里 我们公所增设了几座的一个体建设施 让可以到这个新寮休闲步道这边 运动赏景的人可以有一个更完善的一个运动的空间 步道沿线一年四季皆有不同的景致 多处地点视野开阔并设有景观台 可远眺中山高速公路五阳高架路段车流夜景 欢迎各位市民闲暇之余来此运动兼赏景 体验截然不同的都市慢火步调 记者虎宇轩领口采访报道 营养化碳终结者 那口奖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1.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2.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3.该用电热水器 然后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 好闷喔 你不要买口罩随便乱丢了 有什么关系 使用过的口罩不乱丢是基本的功德性 这小姐说的没错 是因为疫情的影响 很多人出门都会自备口罩 使用过的口罩不要乱丢 应该要像我这样 随手丢入垃圾槽 那口罩可以回收吗 用过的口罩不是自言回收物喔 随意丢弃口罩 可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告发 除以1200到6000罩还 行政院环境保护署 关心您 其实我们并不需要 这才是我们要的世界 少一些会更好 这才是我们要的世界 少一些会更好 这是你的暑假作业 起步转头多看看 转弯请打方向灯 左转要停代转区 变换车道摆头看 四项而已啦 这是你的暑假作业 距离年底九合一选战地方大选 剩下十个多月 许多这个地方的市议员跟县市首长 人选都已经渐渐的浮上台面 而在新北市第一选区 淡水三吃十门八里 过去有淡水拆林封号的 民进党前立委员孙林 日前明确的表示 将会参选这一次的 新北市议员选举 为地方投下震撼弹 距离年底九合一选战地方大选 剩下不到十个月 而许多地方市议员及县市首长 人选都渐渐浮上台面 而在新北市第一选区淡水三吃十门八里 过去有淡水蔡依林封号的 民进党前立委员孙林 日前更明确表示 要参加这一次的新北市议员选举 为地方带来不少的震撼 而吕孙林表示 最主要就是希望能够为民进党 在新北市议员力拼席次过半 我想2022民进党的最大目标 还是希望能够在议会席次过半 所以我们不仅是在第一选区 我们在新北市的各个选区 都会提名最优秀的同志人才出来 来竞选 所以不管任何形式 我都会和我们党的同志一起来努力 民众也相信我说是一个会做事 不是会来作秀的民意代表 所以过去这段时间我也投身公益 那也很多相亲也很认同我的这个 投身公益的这个做法 那也希望说也鼓励我说不断的 可以来为我们相亲来做服务 吕孙林在2020年立委选举 连任失败之后改当总统蔡英文的党主席特助 卸下立委身份的她 专心攻读博士学位 进修了一段时间 并且继续的勤走基层 也时常关怀弱势 帮助需要的困苦民众 了解地方所需 而吕孙林表示 过去也投身公益活动 希望在未来可以带着民众的期望 来为民服务 过去我在担任立委的那段期间 那有这个很多民众都看到我的努力 尤其是淡水的淡江大桥 延荡了二十多年 那在我的任内成功争取 那所以很多相亲对于我的努力 都是有目共睹也非常的肯定 那过去这段时间 很多的相亲不断的鼓励我 希望我可以继续的来为地方来服务 那未来的这个部分 我会来神圣的评估 吕孙林表示 接下来将参选三月的党内初选 争取新北第一选区提名 而过去担任立委期间的努力跟成绩 乡亲们有目共睹 尤其是延荡多年后的淡江大桥 她表示在她争取内 很多乡亲都给她支持与肯定 还有认同 所以在评估后 决定参选市议员初选 而吕孙林表示 有了过去的服务经验 对地方的熟悉度也很高 也对选情很有信心 记者许多人应该却采访外道 有鉴于春节期间 警察同仁不眠不休的维护社会治安及交通 让大家能够安心过好年 新北市新闻记者职业工会理事长黄春山 特地率领工会干部前往新北市警察局 拜会黄宗人局长 向这一群热人民保姆 正在最前线为民服务的辛劳 表达致敬 春节连续假期 市民能够安心放假 有赖这群破里士大人不眠不休的安全维护 让大家可以安心过好年 因此新北市新闻记者职业工会理事长黄春山 特地率领工会干部 前往新北市警察局拜会黄宗人局长 而看到媒体记者来访 局长表示欢迎 除了感谢工会善进媒体的职责 尤其对警察维护社会治安所做的采访报道 这对站在第一线辛苦的警员们 是最佳的精神鼓励 欢迎新北市新闻记者职业工会 来我们警察局 来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对谈 我谢谢这些所有工会的所有的成员 对新北市治安的帮助 对新北市警察的协助 也希望所有的市民好好监督 新北市的警察 我们新北市的警察 会努力的来保护市民 工会理事长黄春山表示 感谢黄局长在百忙之中拨控接见 并肯定园警们在农历春节期间 守护市民安全所付出的辛劳 声表致敬 同时也向破例市大人拜个晚年 祝福大家虎年扁安雄厚 很荣幸 来拜会新北市警察局的黄局长 那么首先也要感谢我们黄局长 在百忙中拨控来接见 那么今天除了要高度的肯定 我们警察同仁在农历春节的期间的安全维护 那么另外也要向我们辛苦的警察同仁拜个晚年 祝福各位 福人平安 最好 此外黄理事长也代表工会制正一份纪念品给黄局长 相信在他的用心带领之下 人民保姆持续维护治安及交通 让新北市民享有安全安心的生活居住环境 记者黄又贤新北市报导 现在的疫情相对稳定 汐止区公所也开始到各公庙发放新北市虎年福袋 第一天前往桥东里的新福宫 不少民众排队索取 现场由公所主密代表发放 将福袋交到民众手中的同时 也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汐止区发送虎年福袋的行程分成五天 预计要跑15间的公庙 第一天前往武东山慈盛宫保长坑桥头福德宫 而这一站只是来到桥东里的新福宫 预计10点发放 不过有民众9点半就来 只见时间还没到 已经有几十位的民众来排队等着领取 今天代表市政府来发放福袋 也预计在新的一点当中 对土地公升 2月1号之前的土地公庙 发放各地区的寺庙 一切福袋也祝福乡亲平安顺心 发送的是这一款 新北市版平安祥虎的十元福袋 即将含义性不少民众排队索取 沾沾喜气 现场也由汐止区公所阻密 代表发送 将一个个虎年福袋交到民众的手上 也祝福他们平安健康 民众都好开心 他今天说里面很好 我们的村民也说这里有福袋 我对这里有特例 都会来拜 有了有了 气氛很好 祝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留意 大家发财 今天非常感谢汐止公所 陈祖密代表区长 代表我们侯市长 来我们乔东里新福宫 发放新年的福袋 那我们这边的乡亲 鄰居好朋友 有很多一大早就来排队 来领取 那也希望新的一年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顺利 然后我们疫情赶快过去 幸福宫是附近居民的信仰中心 而这一场发送一百个虎年福袋 民众赶着排队索取 有家长带着小朋友来拿福袋 现场充满喜气 这程慧玲希子采访报道 今天瑞芳区大辽保安宫 举行农历过年后的第一次共餐活动 志工一大早就前来准备 瑞芳区长施玉祥也到保安宫参拜 并发放市府的福袋 希望民众平安享福 过年后不少据点的共餐恢复运作 瑞芳大辽保安宫今天正式举行老人共餐 志工们一样一早就来准备 一到用餐时间 长者们就陆续就坐 包括瑞芳区长施玉祥也到场共享盛举 我们也代表市长 就来我们瑞芳各个主要的公庙 来代表市长 包括给我们的委员还有些志工 那今天也是保安宫 我们第一天的共餐 很感谢保安宫的志工 办了这么丰富的共餐 今年因为疫情很多单位都协助将防疫工作做好 也让瑞芳区的疫情相对稳定 瑞芳区公所为感谢公庙 长期以来对于防疫工作的协助和支持 特别在今天共餐 共餐志工及用餐长者 施玉祥说这几天也陆陆续续到瑞芳区各大庙 有需要的民众可以到各公庙 环保小提灯要来发送给里民 希望大家再拿到这些可爱造型的环保灯楼 同时教育里民们 从生活中开始做起一起响应 环保爱护地球观念的重要 因为是里长特别印制的环保小提灯 吸引不少里民排队领取 对里长一直都在推动环保观念 里民给予好评价 除了里办公处的环保小提灯 里长不忘替区公所宣导 今年所推出不同色彩款式 可爱的虎将军环保灯笼 尤其透过自己动手DIY 不仅可以增进亲子互动关系 而且完成作品放在家中摆饰 让所有吉祥湖保佑大家平安幸福 除了小金湖 还有金湖爺 然后我们还有黄虎将军 跟黑虎将军 很多材料做起来 真有盘 真有可爱 这些好 如果里面拿回来 大大小的都可以做 阿公阿嬷 大家感情会更好 这些好如果做完 可以放在家中摆饰 视频 可以让我们整个都平安 幸福 站在环保的立场考量 里长强调 必须从小地方开始做起 而藉由活动的推广及宣导 让爱护地球不再只是一句口号 记者黄又贤 新中报导 至于双北地区有哪些最新的活动消息 请看我们的生活看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